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小蘭 今天要來跟大家聊一下的是寵物的部分 雖然說開服到現在已經兩個禮拜了 但我相信寵物的討論度還是一樣是大家一直在做的一件事情 那其實寵物在這個版本的先進傳說中 他佔的比例真的是太重了 人物其實不太容易可以追得上大部分的紅寵 以及是在升階之後的紅寵是更難追上的 所以在大部分的玩家我比較推薦的是現在的資源 都先拿去灌在特殊召喊券上面先抽一隻紅寵 出來其實會讓你的遊戲上面來的比較舒服一點點 那紅寵到底要抽哪一個 基本上我們來從圖鑑這邊稍微聊一下 那其實在各大論壇等等的部分 大部分的人都是一致優先推薦鬼武士吧 那鬼武士的這個強度真的是有目共睹的 在十階就是我們服的課長 鬼武士十階放出來一次技能就是幾百萬起跳 那其實不是一般的人能夠追得上的這個數值 那鬼武士他有什麼好處跟他有什麼壞處呢 我們從他的技能上面去看 鬼火亂武他的技能是 你施放技能或者是造成傷害的時候 他會有這個充能 充能9次就會發動這個鬼火亂武 然後他的傷害是非常非常的高的 那像是鬼武士的話呢 其實不是那麼推薦 現階段的法師跟補師跟驅魔去做使用 因為這個東西他是需要看你的攻擊品質的 現階段的法師會以這個 日師或者是一些AOE技能來去練功嘛 來去打王等等的 打王甚至有可能是直接吹滿等暴風雪 那個傷害其實也算是相當不錯 對於鬼武士來說的話他是不太容易可以去觸發他的技能的 驅魔同樣那補師也是一樣 因為補師你在大部分的情況下你會以 光耀之糖作為你最主要的補血手段嘛 而通常不會是一直去打地鼠去丟那個治癒術 就算丟治癒術可能也是需要施法的那種治癒術 就是穿了核心之後的治癒術 所以鬼武士並沒有這麼推薦 鬼武士比較推薦的還是在於說 所有的普攻職業做為你第一隻的這個寵物 會是比較好的情況 那法系比較推薦的東西呢 我就會以這個鹿 鹿做為其中一個選擇 那我們就看一下鹿 鹿這個寵物的話它的效果就是一個AOE性質的效果 這邊剛好有可以讓大家看一下 如果你的寵物不是鹿或是還沒有抽到屬於自己的寵物的話 鹿它的AOE範圍其實非常大 在你掛機以及是你掛圖鑑的時候 它會擁有非常非常好的效果 像我現在這個鹿 我的是一階的喔 然後穿了一點裝備 它的第二段傷害就可以打到 總共傷害可以打到9萬多 其實是非常非常不錯的一整波的傷害了 那剛剛講到鹿推薦的職業會是在... 其實所有的職業都能夠是往鹿這邊去做啦 因為它在掛機上面的話 還算不錯 那除了你普攻職業比如像是刺客 然後尤其是獵人 以及是一些普攻的像是刀騎 或者是在攻速鐵匠這邊的話 鬼武士可能還是你的優先選 再來的話就會是鹿 那鹿的話剛剛提到 法系補師應該算是一個最萬用的選擇 那它在打王的傷害上面 是遠不及鬼武士的 所以這部分還是要稍微去斟酌選擇一下 然後再來的話呢 還有兩隻紅蟲 我們這支影片不會特別去提那個 沙羅曼達這個紅蟲 因為它的取得方式不是我們小隻武克玩家能夠取得的 那再來的話提一下這個另外兩隻寵物 一隻是這個安塔下 然後以及另外一隻是葛羅姆 那我們先講葛羅姆好了 大家都叫它大甲嘛 它是一隻彈寵 它的技能是周圍5米的時候 它會把這些怪全部拉到中間來 然後會緩速然後會嘲諷 還會幫自身減傷 12秒放一次持續4秒 這個東西非常有效的可以幫助法系去掛機 尤其是驅魔跟補師 都非常非常的好去搭配去做使用 之前也有看過有玩家是用 葛羅姆搭配鬼舞獅或者是鹿 就是把外面的怪拉進來 拉進來之後再用這些AOE去把它一次性的去擊破 這隻寵物蠻適合 剛剛所提到的這兩個職業就是驅魔 補師然後法系這樣子去做使用 因為它可以幫助你增加你的練功效率 當然你的機體本身的清怪效率要有一定的程度 如果你是裝很爛的驅魔或者是法師的話 路可能還是比較適合你 變成你去幫助寵物去控場讓他去打AOE 保住寵物可能還是比較適合的 那這邊的話是葛羅姆 那安塔夏的話天使它是一個比較特別的寵物 它的存在比較特別 因為它雖然是以這個AOE傷害為主 但它本身的這個單體傷害也算是相當不錯 它比較缺乏的是它在整體上來說的話 它會很仰賴它的魔力值 因為你的這個充能狀態如果在魔力沒有的時候 它是會提前中止的 同時它的這個技能攻擊頻是 是比遠比這個鬼武士還要弱蠻多的 也比路還要再慢很多 就是它的傷害面上面來講 會比這些剛剛所提到的這兩個寵物來的慢很多 它要很久才能夠放一次技能 所以安塔夏的順位會在這個路以及是鬼武士之後 那對於我們這個小隻玩家來講 就是優先先抽寵的時候可能就是 在你的這個心願單的部分 你可能就是先放 先放鹿加上鬼武士 那因為我抽到鬼武士 我已經抽到一隻鹿了 所以我現在所去放的是鬼武士跟安塔夏 這兩隻的寵物 那為什麼我第二個選擇是安塔夏 而不是選大甲 最主要原因是因為我本身是騎士 所以我是可以去嘲諷的 那如果你是法系職業的話 第二隻可能可以考慮去選大甲或者是鬼武士 這樣子去做選擇 那有些人可能會問說 那你為什麼不繼續保底這邊去往這個路 然後第二隻放鬼武士去做征服 因為其實一個人可以放四隻寵物嘛 在蠻多的時候你是可以把這個寵物往上上去的 比如說像是寵物副本你可以上四隻 比如說像是這個 天波斧那個叫什麼 亞爾夫海姆 你也是可以上兩隻 然後同時上兩隻嘛 最多四隻的寵物 那有第二隻的傳說寵物其實對你來講 你的戰力的上限還是會提高的 同時 他本身的資質 你只要洗到一定的量 他還是比大部分的史詩寵 都還要強勢很多很多的 所以說我在這個位置選擇放第二隻的部分就是 我想要先把更多的類型的這個史詩寵 傳說寵抽出來 這樣子在打戰場啊等等的時候 也會擁有比較好的一個效果 那再來提一下幾隻我所推薦的史詩寵物好了 如果你不是完全決定要無刻擋的話 小巴風特其實是一隻相當不錯的寵物 他能夠提供你很不錯的傷害 我們可以看一下 就是從這邊來看一下 這個小巴 小巴他能夠造成的傷害 其實小巴他本身給的單體傷害是不算差的 我這隻寵物還沒有洗到很好的情況 他就已經能夠有蠻不錯的輸出了 同時 他的普攻其實是自帶範圍傷害的 小巴風特可能會是一個小客無客玩家 還算不錯的單體寵物啦 那當然最好的是鬼武士嘛 如果你以史詩寵物來講的話 小巴是一隻還不錯的 因為他本身的 支持是 力量已經是高的了 然後你只要把敏捷 然後體質不要太低 Lucky衝上去 其實他就能夠提供還不錯的 傷害輸出了 然後 最平民的捕師選擇就是蠟類姑娘了 蠟類姑娘了 蠟類姑娘在開啟了寵物 副本之後他的強度會再更加的提升 為什麼呢 最主要的點是他的大招 叫做燃燃燼 竹火燃燼 他的效果就是能夠幫附近的有軍回寵物的最大生命值血量 那這東西似乎是會補到路人的 就是有可能會補到其他人 那同時他會有一個增加一個火焰護盾 每秒造成這個火阻性傷害 那大家會發現說 他所造成的補血量是最大生命值的血量 那在裝上裝備 像我現在全部都給他 有裝備 有血量的裝備之後 他的血量是來到了接近兩萬點大關 那兩萬點的話 就知道說他的這個補血量 會比原本沒有穿裝的時候來得再更強一點點 同時呢他的補血是真的相當不錯的 這個護盾 在某一些特殊情況也會有效果 可以跟大家提一下 蠟類姑娘的這個火盾 他是可以觸發你人物武器上面的這些CC效果的 比如說像是這個諾可依的恐懼效果 然後一些東西的 他可能冰凍啊 然後暈眩效果等等的 似乎是都能夠觸發的 我確定恐懼是能觸發的 其他的話可能還要再測試一下 那這個部分就相當的不錯 這是非常好的一隻平民寵物 他也可以幫助你去度過很多的關卡 像是寵物關卡 他也能夠同時幫你以及其他的三隻寵物 把血量拉起來 度過更多的難關 那他的補血其實在 某一些傷害比較低的王的部分 他已經能夠擔當補師的層面了 像我自己去坦 就是可能伺服器這邊比較前端的王 像是黃金蟲以及是天博 兩隻就是我加另外一隻 一個人的這個爛烈公養已經可以幫我扛出所有的傷害了 再加上自己喝水啦 在坦傷的部分是很好的 而且這些王並沒有這麼多的大客玩家要去打嘛 你可以靠著他去拿一些團隊獎勵 再來提一下的是在大地之子這邊 大地之子是另外一個很有效可以幫助你生存的寵物 那他的技能是會幫你分攤這個傷害 那裝備的部分我們可能會到時候再跟大家提一下 你只要幫他把這個生命值以及是一些減傷的套裝效果給撐起來之後 他可以幫助你坦很多的傷害 尤其是在打王或者是打塔的時候 一些比較關鍵性的職業可能像是法師或者是補師 你可能就需要靠他來幫你扛出那一次致命的傷害 讓你的團隊不會分崩離析 比較特別的是我想要提一下的是在卡倫寶寶這邊 卡倫寶寶其實是下位的葛羅姆的選擇 他本身也是能夠去做嘲諷 但他不會把怪拉進來 他可以...就是下位的葛羅姆啦 如果你還沒有抽到大甲的話 可能可以先用他在你的驅魔以及是法師部分 去幫助你去吸怪 他...算是還OK的一個選擇 然後...幾隻比較特別的寵物 我們從圖鑑這邊去看 比較好去...比較好去確定 那...這個...這個是貓頭鷹博士 貓頭鷹博士是專屬於獵人的寵物 他的技能呢...蠻特別的是這個超遠狙擊 8秒鐘CD有6秒鐘的持續時間 覆蓋率大概有80%左右 70幾%的一個數字 大部分的時間你都能夠讓...你要打的怪 他所收到的遠程物理傷害加深20% 那...這東西...不太確定...應該是...應該是其他的玩家也會吃到這個效果啦 可是...他也是一隻平民對於獵人來說算不錯的寵物 如果你沒有鬼武士的話他可能...能夠提供你不錯的效果 同時他的這個...攻擊力...就是他的單體傷害也不算差 唯一令人詬病的是貓頭鷹博士他在...攻擊的時候 他的這個...他的這個劍是...他會遠程射 可是他本身會貼到王身上去打 所以就...蠻尷尬的 就是他到底是遠程呢?還是近戰呢? 比較容易死掉 所以他的體質可能也需要稍微去佈置一下 那...鬼女可能也是一隻討論度蠻高的寵物啦 大家可能要注意一下的是... 呃...其實以現階段來講 對於大部分的小課五課玩家來說的話 寵物本身能夠提供的自身傷害會遠大於他能夠... 給你的buff傷害 除了像剛剛所提到貓頭鷹博士 因為貓頭鷹...因為現階段的獵人傷害其實已經比大部分的職業在... 呃...同等...花錢數來講的話 他本身的機體傷害是會比...會高很多的 因為他換...屬性箭矢...輕鬆 然後本身打...呃...大中型也就...都有75到100%的部分 然後輸出環境又好 獵人算是現在...嗯...除了比較吃錢之外 算是比較強的...一個小課五課的選擇啦 那鬼女的...他的效果是會幫你的...會幫他自己以及是寵物...呃...幫...他自己以及是你...去加這個攻速以及移速 那...除了...除非是升階到...呃...五階以上 不然其實他的效果沒有這麼的明顯 同時你的機體如果不是...不是足夠好的話 他所提供的這個攻速並沒有辦法真正的去幫你提升太多的傷害 你可以看到他本身的這個寵物之子他的力量是...頂...頂是比較低的 頂是比較低的就意味著他的傷害輸出本身自己能做的輸出是...沒有來的這麼的高 然後...吸血...也不會有這麼多 因為...那個2%就...就少少的 可能還是喝水比較...比較適合一點點 最後的話再特別提一下賽都拉這隻寵物 賽都拉這隻寵物的海怪之舞看似是非常非常的強喔 但...實際上在使用了之後有發現他還是有...一點小bug的 他的這個...跳起海怪舞蹈範圍內所有傷害提升15% 持續10秒鐘 他這個敘述跟實際上發生的是不太一樣的 他的那個buff只會有2秒鐘 所以說呢...這個東西大家可能可以先放一下等他bug修好之後 再去往上去做...做這個...提升 那以上呢...就是這一隻有關於這個寵物 以及是...史詩寵 以及是這個... 那以上呢...就是這一隻有關於史詩寵 以及是傳說寵的一些推薦 和...大部分寵物的一些...比較強的一些寵物的一些介紹啦 大家如果...有任何問題也歡迎在底下地方留言 我們可以一起做討論 那...從現在開始把資源灌到寵物上面來...投資 不會是一個太晚的決定喔 先抽出一隻紅寵 對你來說會是最棒的一件事情 我...我自己本身是抽到寶底才...才抽到啦 灌了很多資源 然後稍微課了一些精才...抽到第一隻紅寵 但我身邊有...四個還五個...朋友 是抽...呃...四個是抽...20抽左右就抽到紅寵 然後...一個是60抽的時候抽到 所以其實還是蠻多人...在寶底之前就已經先把第一隻的寵物寶出來 對於大家的...這個戰力提升也是非常非常的有效的 那我們這邊影片到這邊啦 非常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掰掰